好 招文天下 我们继续 2018年中国扶贫国际论坛 昨天在北京召开 论坛上来自国际组织的代表 对中国已经取得的扶贫成绩点赞 并看好中国的脱贫前景 过去五年 我国累计减贫6853万人 目前还有贫困人口3046万 按照计划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 要消除绝对贫困 对于这个目标的达成 许多国际组织负责人都表示很期待 我认为我们全面建成的 对于中国的企则 的不同的规则 在不同的颜色 从政府的领域 但也从政府的区域 从不同的企则在中国 我非常信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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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目标能成立 今天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 许多国际组织的代表都表示 希望在国际减频合作方面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 并将许多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推向国际社会 而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许多国际社会 好